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黑门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艺术地图的直播现场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来到香港的Levy Govy画廊 然后邀请了他们的总监李丹兴女士 成为我们第一职的嘉宾 这个艺术地图的直播现场 其实我们的目的非常简单 就是把一些最高质量 最好内容的一些对谈 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1月份 就是新年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我们未来一年的艺术市场是怎么样呢 我们作为艺术工作者 或者是画廊主人 或者是易博人的主持人 我们应该怎么做 去面对我们受到疫情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希望透过一些嘉宾的分享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 insight 我们不是随便的一些个人的感想的分享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艺术圈 就是要非常的团结一起 我们多多去分享一下大家思考出来的内容 那样我们的艺术圈才会越来越健康的去成长 好我们事故已迟 我们现在就开始好不好 那行 谢谢你啊 你真的是我的前辈 我们先后在一个同一间拍卖行去工作 然后你是16年离开的吧 16年底 对对 17年初吧 17年初 对 我是17年的下半年加入的 所以我们先后在同一个拍卖行去工作 然后今天来到这里 非常谢谢你的时间首先 然后我希望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过去一年 我知道对于不同的画廊来说 无论的是大画廊或者小画廊 都是非常充满挑战的一年 对吧 你们怎么克服种种的难关来到今年呢 你们过去一年回顾你有什么感想 过去一年回顾 我觉得就是对于大家来说 整个行业吧 不管是艺术家 还是画廊 还是拍卖行 博物馆 美术馆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就是过去大家所习惯的这种 因为艺术界是一个非常自由的 然后全球化的连接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所以过去的可能我们的工作方式 大量的会依赖于旅行 然后包括博览会 然后包括全球的展览 然后包括艺术家的访问 这样子唐家的访问 那因为过去一年这个疫情带来的旅行的限制 所以这些东西就全部都被打破了 但是呢 这个东西反而倒逼了一个新的成长 就是关于线上的部分的内容 或者说这种传播方式的建立 去年我们其实achieve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当然有线上有线下的展览 然后我们做了很多的online的viewing program 然后包括做了很多的video 就是自己产出了很多的video 然后也做了比如说像我们亚洲的艺术家 我们代理的亚洲艺术家 然后在伦敦作展 这是唯一一个可能在过去的经历里面 就是说一个艺术家在某一个国家做展览 他没有travel到现场没有参与亲自的在现场的布展 然后展览的开幕等等这样的一个环节 然后所有的这些都通过zoom的云上的这种指挥在进行 然后包括在疫情刚开始的前半段的时候 然后我跟我的老板Brad Gorby 我们也做了Levy Gorby的第一个zoom的线上的电话 LGTV的吧 对对对 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像所有的在线的这些观众 就是to public的这样的一个对谈 然后第一期的那个题目 我觉得我们也选的比较有趣 因为是当时疫情刚刚开始 可能也就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大家包括藏家也好 很多行业的人也好 他们都有很多的困惑 有很多的疑虑 有很多的负面的一些情绪 或者说一些想法 那Brad Gorby 作为一个就是Leading Expert 就是全球来讲 他经历了很多的经济的周期 包括市场的高峰低谷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的经验或许很有意思 就因为他从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角度 从一个历史的角度 他来看待当下我们所面临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时我组织了这样的我们的第一期的LGTV 那后来我们的另一个founder Dominic Levy 跟伦敦的总监Lock 然后他们又做了第二期 所以线上是我们去年开始 就是比较活跃的在做的一个项目 然后包括我们也很大程度的参与了 比如说像巴州啊 台北当代等等一系列博览会 他们的那个在线的一些项目 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其实在香港在 我觉得三四月份 好像疫情稍微稳定下来一点之后 我们还是做了很重要的展览 比如说像Soulage在亚洲的画廊 第一个他授权的一个展览 对 然后包括像Baskia的那件非常重要的1982年作品的呈现 我们开始的那个review就是时针的这个项目 就是每一次focus一件masterpiece 然后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presentation 然后在做那个Baskia的期间 我还跟国内的那个在意的平台有一个合作 然后讲了一下跟他的founder有一个对谈 大概讲了可能差不多两个小时 就关于Baskia 还有美国黑人的这些就是movement 然后Baskia的所有的这些背后的这些故事 和他的生平和市场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时Gasm差不多有15000观众吧 就同时在线 所以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 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可能之前 从来没有去花时间或者说有时间认真去思考的一个 通过互联网的这样的传播方式 然后我也跟很多做互联网的那些创业的一些朋友在聊天 他们说可能我们这个行业的艺术行业 就是唯一的还维持了一个比如说19世纪的这种dealing的这种方式 就和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买卖和这种沟通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疫情 所以因为物理上就是地理上我们没有办法connect 所以我们就通过新的这个technology来connect 来实现这个就是继续的做programming 产出内容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你们很有趣 所以我认为你们这个做的特别优秀 然后所以我在香港大学的艺术室场的课程里面 我也把Levy�盔弘里面你们两个LGTV的访问 就是ος Sam &ンタービル 我都给学生去看了 所以我们整个模式教课的模式都变了 人们是去不同的画廊 包括你们的画廊去看 但是没办法去看 因为疫情的那个控制的人了 所以我们都把所有的那些材料都改往往上去进行 所以我觉得整个行业其实都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你们特别不同 特别勇敢我敢说 就是你们那个实体的那个展览 也没有漫漫糊糊的做 也是那个完全把这个最高等级的一些 museum quality的作品带来香港 在一个内地强家或是台湾强家都不可能来到香港的情况下 你们仍然愿意把最好的作品带给香港的观众 你们的那个初衷 或者是你们思考过程 内部的讨论是怎么样的? 那个时候 我觉得就是可能 Levy Govvy从一开始他的标准就是艺术是第一位的 就是那个作品的quality 然后你呈现的展览的品质 包括你出版物的品质 文章的research的这些品质 这个永远是他的标准里面的第一位 所以那既然是要做展览的话 那肯定就是要做好的作品 好的内容的这样的展览 所以当然就是说 从一个画廊的角度来讲的话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我们的业务模式里面 其实有很大的比重是从事二级市场的 就是masterpiece 的定领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就是business 的一部分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呢 这个部分因为它是private sale 所以大家如果跟我们的关系 可能没有那么close的朋友 可能他也不太了解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对,你们很有趣 你们展览很多时候 照片都不卖出去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 我很好奇那个时候 你们第一个展览就是对吧 那个non-selling exhibition 所以你们的那个 哇,这些香港的画廊的租金 这就不得了对吧 你们思考你们营运上有什么考虑的 所以其实就是说 但是我们其实做很多的 private dealing, private sale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 你可能在空间里面 或者说在我们的线上平台 你是不太能够看得到的 因为就是因为基于这种 就是因为它是private deal 所以很多时候这种东西它不会 会expose到大 就是比如观众啊 或者说很多大量的一个人群面前 所以我们在想 嗯 但其实我们在经手的作品里面 很多都是非常好的quality的 所以在有的时候如果 比如说像卖家的部分 他同意我们来expose这个东西的话 那我们觉得其实对于更广泛的观众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 是 因为你否则的话我A卖给B 那这东西就是B自己欣赏 对对对 就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对对对对 但有的人他觉得OK啊 跟你分享 你说教育就是我我看见 你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seminar 对 artist 或者是强加的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在就是19年的protest 20年的疫情你们还是坚持去做 对我们一直在做 这个这个是教育 你觉得作为画廊 那当然最重要的目的 或者是他们的那个 first goal就是要卖画 对对对对对 但是教育这个过程呢 觉得为什么那么重要 OK 如果我们把就是 这个画廊或者说这个 这个艺术的这个dealing 看成一个business的话 你要能够持续的就是 sustainably 就是能够有这个business的话 你肯定是要去培育一个市场 那亚洲的市场今天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它的藏家的人数是巨多的 很多很多 但是同时我觉得大家其实对于西方艺术史 特别是modern然后contemporary这一块 其实它的access是有限的 它不是说像伦敦或纽约 它有非常好的博物馆 那你进去你看一遍之后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整个艺术史的脉络是什么 它发展是什么 为什么这些很重要 那谁和谁是从哪里来这样子 就大家其实基本上普通观众 你去多看一些博物馆 你都有大概的这样的一个sense 但是可能在亚洲是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缺失的 你没有这样的institution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以至于就是说 大家获得的讯息可能是比较片面的 然后也可能是比较主观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 那新兴市场在这种比较 信息比较混杂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marketing这种方式来推广你的信息的时候 我觉得反而可能会造成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现象 可能就是说可能在之前传统的一个市场里面 你不会认为说可以卖到这么贵的艺术家 可以卖到天价 在亚洲的拍卖里面 或者在一些怎么样的状况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代表了市场的一个阶段 就是对西方艺术来讲 我觉得就是还在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中 所以很多东西它都有机会存在 就存在就是合理的 就是它就是代表了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状况 但是可能我们所做的这个东西 更多的是follow 就是说艺术史的一个脉络 所以我们所谓的就是价值头的这个value 到底在那不是说我投这个 今天十块钱 零天一百块钱 就是不是不是这样的概念 是说你建立一个meaningful的collection 你今天买的这个东西 可能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你这个东西 你的value不会有改变 不像contemplary今天十块钱卖掉一百块钱 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它又变成了二十块钱 是 或者一文不值都有可能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帮客人建立这种收藏 它是一个非常sustainable的一个体系 它是有据可循的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 你说知识也好 脉络也好 判断也好 我觉得这些要建立在大量的 就是说阅读和观看的这种经验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可能它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去快速的大面积的让人看到效果的一个东西 但我坚信它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和一个时间会去证明的一个东西 对对 所以我觉得当市场成熟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我们的客户的群体会扩大 然后它终归它会找到你说 OK我想 比如说买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我应该怎么怎么办 我们会帮它提供一些建议 提供一些参考和分析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是在亚洲是处于一个非常变化 非常快速的一个环境 不管是经济环境也好 政治环境也好 还是说艺术市场也好 就你会看到每隔三年就有一批新的名单出来在拍卖上面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建构一个所谓的体系和一个价值系统 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工作 对 那我觉得必须要有人坚持长期去做这些事情 对对 所以也是你们在两年前决定在香港开一个画廊的目的对吧 有一个实体的空间去培养新一代的成家 跟他们去周交楼啊或者是什么 对对对 所以你刚才说到一个很好的点 我记得你在一个访问中分享过 就是你跟一些大陆的非常重要的强家 你们会不只是在国内去看战争 你会带他们去国外 因为你在国外有很好的工作和学习的经验对吧 在艺术史里面 我相信你是见证着我们尤其是中国内地强家他们的成长 就是他们的学习的速度真的太快 对 他们不只是他十年前只专注于自己的可能当代中国的收藏 对 现在已经在英国还是在美国的派上你都可以看见他对吧 对对对对于年轻的西方的艺术家也是非常的了解对吧 他们可以自己去坐飞机或是去看对吧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跨廊的那个positioning是不是越来越重要 你还是你怎样去在FValue给这些已经非常懂得 对对对对授诺的厂家他们需要你们的服务或是寄讯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时候 包括我自己很多的藏家 他们可能一开始都不是收 甚至没有收过西方艺术品 可能一开始甚至有收古代的书画 或者说古董 或者说收其他的门内的 然后但是可能 我们交流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一进来 他们就可以买到 就是非常重要的这种 Postful的这种大师级的作品 对 我觉得这个就像你说的 我觉得亚洲的这些藏家 特别就是大中华地区的这些人 我觉得因为他们很多本身 就是很成功的企业家 然后他自己就处在一个变革中 每天接受新的资讯 所以他的学习能力非常非常强 然后他很能够快速地捕捉 到底什么是好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提供一个access 比如说带他们去 拜访博物馆在海外 然后包括去拜访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藏家 一些collection 那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 是一个非常快速和直接的一种 拓展自己的认知的一种方式吧 就当时看到 就原来这个collection 是这么样被建立起来的 然后他是这么思考的 那他回过头来 也会投射到自己身上说 我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收藏和一个系统 因为我觉得中国 at least 我觉得像中国大陆 我接触到了很多很多的优秀的这些 藏家也好 或者说potential client 我觉得他们都很聪明 就是年纪其实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偏轻的 比如40多岁 50多岁的这些人 还有甚至30多岁的人 那20多岁就就就就就就更明显了 就是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都在 他不太像是说更更以前的那种藏家 就是说我在说的时候 我看别人收什么 就我也收什么 或者说我听说这个很好 我就去收这个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 因为他的学习能力很强 但同时他也对自己的这种认知 非常的清楚 就从各个维度的这种认知 包括他的阅读啊什么的 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会想要去建立一个 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收藏 那什么东西是代表我的 所以你也会看到 比如说在网上看到很多信息 包括实际中的 如果你去不同的城市 北京上海杭州等等什么 深圳之类的你去看 也会有不同的人的家 就是就是也会不一样 他怎么样去 甚至有的人去买 比如说那种老的房子 他要改造成是什么样 就每一个东西都是 其实代表他自己的 就哪怕一个凳子 一个沙发的一个选择 墙上挂的每一张画的选择 其实都是代表他这个人 自己的审美 对吗 对自己的审美 自己的对人生的态度 或者怎么样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那我们的角色就是说 了解 OK这是你的体系 这是你是这样的人 那可能我会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会比较适合你 那我觉得你可以 往这个方面去看 那每一个人 因为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能说 推荐一样的东西 给所有人 你也不能说推荐 就是说 你就去买这种潮流的 或怎么样 就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趣的工作 对对对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 old school 的一种工作方式 就是所谓的 bespoke service 就是你根据 根据每一个人的状况 可能你去提出不同的建议 但这个东西 同时就是在面对一个 特别要求 quantity 的 这个scale 的这样的 一个business 的状况下面 它其实也是一个 很独特的一个存在 就是它很难 像有某一些做法一样 就是能够被快速的扩张 或者快速的 就是把这个效率给放大 因为你不可能说 A套餐 B套餐 C套餐 你选一个 就是然后 我去招50个sales 每个人就是A B C套餐 然后我去卖不同的人 这个不是我们 这个一定不是我们 对 所以 对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 这么快速发展的 这个亚洲的市场里面 我觉得我们一定是 非常独特的一种存在 和一种 也是 就是能够跟我们一起 合作的厂家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可以看到这些人再增多 在亚洲再增多 对 是吗 嗯 在疫情的影响 我们知道欧美市场都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 对 相反在大陆市场我们疫情比较受到控制 然后我们有内循环这个说法 对吧 对吧 然后最近你看见香港的股票市场也火热的不得了 对吧 我相信很多hot money可以走进来 因为一些厂家的资金突然之间多了 如果他们是一个新的买家 走到艺术市场 你可以怎么样去建议他去 开始他们的收藏 我觉得肯定第一时间还是要找到他自己喜欢的 像我周围有一些朋友什么的也是 就是从来没有买过东西 你前一阵那个Hong Kong Basel那个sport来的时候 我也有带他们来转 他们说我要买 我觉得你不要先着急买 你就先看 你就看得越多越好 你先找到你自己的喜好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第一步的 对 所有的人新的那些 我接触的客人也好 或者potential的那些buyer或者什么也好 就是我所有的事情我都会说你先不要着急买 包括去我也会带他们去看拍卖预展啊什么的 我就是想让他们多看 然后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我就会问他们你为什么喜欢 然后我们会分析这件事情 对 对 这个说法有点奇怪 就是很多专家说啊你要买自己喜欢 但是有成家买他自己不喜欢的吗 会吗 会吗 我觉得 这个说法是就是说他们买 他们听说很好的作用 还是听说很重要 或者是很受欢迎的市场上 我觉得这种现象肯定会有 特别在新新的市场我觉得这种肯定会有 但是一般的话 我觉得藏家都很聪明 他买过一两件就是听说的这种东西 或者买过几件之后 他就会产生自我怀疑 他就会再去看 然后再去修正自己的这个就是收藏的一个策略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问题 一开始可能有的人就是他会比较 passionate嘛 就听到这个哦觉得好啊 当时觉得可能很激情 然后觉得OK买一下 然后买完了过了两个月 看了之后觉得不喜欢 然后觉得后悔了 或者怎么样 这些都是都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但是他不会存在一个长期的就是说 一直错误的去买 或者说一直听别人去买这样的状况 所以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对对对 好 你今天我非常感谢你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作品 非常伟大的作品 给我们的观众或者强调朋友去分享 为什么你要把这个作品带到你们的那个实体的画廊里面去展示 这个作品的特别在哪里 这个我们这个厅其实成见了都是召集大概2000年以后的创作吧 所以我们选了两件巨大尺幅的水墨的作品 是当时他在为那个北京的国家大剧院筹建的时候呢 然后他跟当时的那个建筑师是他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邀请他就commission一首作品 所以他当时在上海专门买了那种特别大的宣纸 然后带回法国 然后做了这一个系列 然后同时呢 这张画这样有画差不多也是同期 在法国他创作的 然后这些都是来自于他的遗产的作品 遗产的作品 对 所以我觉得把它们放在一起 我觉得挺有趣 是因为我觉得大家之前对赵无极的认知 可能比较停留在50年代的甲骨文 60年代狂草 包括70年代的一些抽象的这种绘画 这些都是比如说在拍卖行会经常见到的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稀罕 对没错 但是其实后期的作品我觉得其实他有他很重要的风格的转变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因为他年纪其实已经比较大了 所以他经历了这么多阶段之后 他进入一种其实比较 我不能说虚无 但是他其实进入了一种非常放松的一个阶段 就是他在创作的时候他不再说 我一定要剑拔弩张的 就是说我要去跟一个什么东西有关 或者说我要创作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很多强烈的这种对比的这种色彩这种方式 他反而用一种其实很柔和 很四两拨千斤的这种方法 然后同时你可以看到他这里面的用的technique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就包括这种所谓的大家长期的那个书法用笔 你可以在这里面看到 但同时包括这种泼彩的这种方式 包括这种dripping的这种非常organic的这种花纹 包括这种背景的非常微妙的这种淡绿和淡子淡粉的这种变化 就是当那个我不知道那个camera里面看出来怎么样 但是在现场如果你保持一定的距离看的时候 你是能够看到像那种银河一样闪耀 就是一世灵和落九天那种动态的那种感觉 但其实这个我觉得又是跟他的水墨又是呼应的 因为其实这些水墨他在创作的时候 我觉得他用的是一种非常西方的一种方式 他把那个圈子表在那种大尺幅的canvas上面 这个其实比如说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比如像Rosco 然后像Dekunin 也会用到这种方法 但中国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那同时他其实在这种用的这种用Brush的这种方式 还有这种Dripping这种的又是非常的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那种方法 然后那种音乐性也在里面就非常充分的展现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跟这个东西是互相呼应和互相 怎么说相辅相成的吧 所以西方的东西对于他来想 就是说可能从他四十年代末期到了巴黎之后 这些东西一直他在吸收 但是同时他的root其实是中国的 他的那个文化的根基是中国的 但水墨这个东西在他小时候的记忆里面 是他非常熟悉的一个媒材和一个technique 他又把这个东西又非常的有机的 跟这些西方的这种创作方式融合在一起 而形成了一种他自己的语言 那他在水墨的时候你能看到这种融合 但同时这个东西又影响了他在对油画的 后期的作品的这种创作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就大家比较少能够有机会看到他后期的作品 可能偶尔就是比如说拍卖或者什么 出来一张大家对他的后期作品也会有一个 有一个成见吧 就觉得我觉得他的后期没有他前面的作品好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当你真的比较相对完整的看到他后期的那种大师傅的作品的时候 你才能够明白他是怎么样走到这一步的 为什么这些东西很重要 对对对 我觉得你们的Curation上非常有趣 就是我们家务集在派场上面主要都是换件一些小的水墨 然后就是油画 那么大的水墨是非常非常非常小 对吧 所以我觉得非常难得 所以也我觉得也是那个实体画廊的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在同一个地方里面可以感受到就是画廊主人他们怎么去做那个插展 对 然后作品与作品之间他们自己有对话的我觉得 然后可以给点新的启发等等 对对对对对 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去年你们非常成功 我觉得你们成功推出一个新加入你们的艺术家图红套的展览 然后把它带到伦敦 然后我听说卖得非常好对吧 对 所以今年你们的那个安排 展览的安排或者是那个strategy是怎么样 我们有什么好的展览可以期待了 观众们 我们现在Gallery的展览目前还在计划中 因为我们其实每个展览都是要有一些Curation 就目前在展的照片大家可以来看的 然后下一个展览大概在3月中下旬 然后我们可能稍晚一点2月份的时候会把这个information给放出来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我觉得也是我们谈了好几年的是2021年 就今年的10月中下旬的时候 我们代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的抽象画家Pasteer 然后他在龙美术馆的那个大展 这个会是他在Herschel Museum的那个展览之后的第一个 应该是亚洲美术馆的展览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也在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也是会很exciting 对 对对对对 好的 谢谢你的宝贵时间 在这个非常难得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分享是非常重要 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艺术圈没有停下来 好像你昨天晚上做到凌晨2点钟 对吧 所以我们艺术工作者都非常努力 希望把最好的艺术的内容 艺术的展览 最好的艺术家分享给大家去认识 去了解去欣详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再一次谢谢你 谢谢 我们再次在Levi Gobi再见大家 谢谢 谢谢